對,我們會計時,然後剩下一分鐘的時候,你會看到一個牌子跳起來 然後,我們有音效嗎? 沒有 沒有音效 等一下可能會有音效,如果沒有的話,就大家自己控制時間 剩下一分鐘的時候會有這個牌子 那是我的email 喂,喂,好,大家好 我叫George,然後今天我要講的是,就是提出來的project 叫開放史庫 然後,有7-11正好 然後,自我介紹一下,我是Android Developer 然後,我現在是在軟體公司當軟體工程師 然後,那是我做的app,你可以稍微去搜尋一下,叫屬日子 桌面小工具 對,然後我很關心就是15的議題,然後也有參加 今年,從去年開始的一個project,叫開放史庫 但是,因為開放史庫到後來就是有點不了了之 就欠缺一個execution 所以,我需要就是有一個,有執行出來的東西 然後,我是,其實今天是新來的 然後,我要做的東西呢,很簡單 就是,你就拿你的手機出來,就scan一個product 然後,基本上,我的目標是包裝食品 所以,它上面一定會有barcode 所以,你就去掃barcode,然後它就會 吐給你這個產品的資訊 對,但是,要能夠完成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後面的database,我們需要有很大的資料量 那,這些資料就是,所有package數的資料 那,因為其實,這些產品真的太多 就是,11柱形預二都會用到 然後,它的供應商也很多 就是,有大大小小都有 所以,我打算把它 因為,為了要讓它執行出一個可以 讓大家使用的東西 我把它scaledown成,就是我們 對,這個其實是我大學跟研究所時代的好朋友 但是,從去年scan之後就已經不是了 然後,這是目前已經做到的情況 就是,目前是 後台其實很簡單 後台就是,會有一個 第三方的東西去幫你完成 那,它在一定流量化有免費吧 這個是parks 那,基本上 已經是有可以掃 掃條碼,然後就可以 拿到資訊的功能 那,就是 缺 缺一些東西 就是這些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很大的資料庫 所以我們需要 一些熱血的青年們 或是不是青年們 就是一起來 把資料庫建立起來 然後,另外在app方面 就是我想要建立信任指數 那這個可能需要用到 社交媒體的一個功能 那就是 就是讓所有民眾去 就是有點像是你喜不喜歡 但不是喜不喜歡這項產品 是對它的信任度 然後另外 產品也要有它以前的 related news 就是 它如果以前有出包什麼的 就是 要在產品資訊裡面 也讓大家知道 就是讓大家不會忘記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認證 還有一些健康concern的 一些資訊 就是 還欠缺這些資訊 需要去完成 對,那 如果這是你的話 就 歡迎加入我 就是 基本上你只要很care 食安問題的話 就可以 就可以來 因為一定有事可以做 對 那 如果你會一點營養學的話 那也不錯 然後我們還缺一個 UI Designer 那另外 因為我是Android的Developer 所以我需要一個 IOS的Developer 好 謝謝 就大家自己看一下 你看這個位障 好 欸 主文 這個是有Open Source 好嗎